哈喽欢迎学习爬中哥人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那个拉个网详记页面的那个爬取 好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爬取 这个拉个网上的那些数据 因为我们之前采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就是采用这个 你指不定哪个地方 这个Headers里面没有给他指定 他就会把这个数据就爬不下来 对 刚才我们之前也已经测试过很多次了 对吧 说不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你在爬这个数据的时候就有问题 那么我们最稳定 最安全的方式 就是去用那个浏览器去访问 让浏览器去爬取 对吧 说的话 我们视频就可以去使用那个Sentonem来做 对 因为你使用那个Sentonem来做的话 它就相当是用那个浏览器的方式去访问 用那个浏览器的方式去访问的话 就百无保证没有问题的 对 除非你这个东西确确实是访问的太快了 那个速度太快了 IP币值都被封了 那就没办法了 对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啊 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样我们这个小爬虫把它给改造成一个Sentonem他们的一个站的爬虫 好吧 这里我们就来到这个啊 拉个2.py啊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来把啊上几个那个爬虫把它给改上下啊 好 首先的话我们先来把那个Sentonem相关的一起模块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去写了自己来这个地方拷贝就可以了啊 好这个地方定一个Driver 这样吧 我这几课的话就是这个 然后呃Centonem这个小爬这个爬虫的话我就定义成一个类的形式啊定义这个类的形式好吧啊这个地方我定一个类啊叫做什么呢拉勾拉勾拉勾啊spider啊 然后的话让他继承这个object啊啊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定义好一个什么的定义好一个一定的行数一个构杂的数啊 然后在这边我掉下啊不用可以不用掉速吧哈 这地方我就什么呢定义好一个这样的啊编辑啊叫做啊driver pass啊 或是我把它给定义成一个什么呢 我把它给定义成一个类属性啊 好 那么接下来在这个下面我再来啊创建一个driver的一个人对象吧 那么就是save点并且绑定到当前的这个对象上面啊 就是save点driver点iv啊对吧 等于这个什么呢webdriver点chrome 这个地方需要给他紧进这个执行路线是等于这个呃 拉勾spider点那个什么呢driver pass对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driver把它给定义好了 把这个driver定义好了以后接下来啊 我们这番再来第一个行数就是什么呢run方法 run方法的话啊一般就是呃 作为一个爬虫他的那个入口对吧 就是一旦我执行了这个呃这个爬虫 当中这个run方法那么的话这个爬虫就马上启动了对对这个盘虫就马上马上启动了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转当中去写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run当中去写之前我们手机动画现在把这个架构把它给搭建一下啊 那么就是may啊然后是呃这个地方就是拉勾或者叫做spider啊spider等于这个什么呢拉勾啊 拉勾spider然后接下来我们让这个spider点run啊这样的话我们这只爬虫就爬死来了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里面来做啊在这个里面来做的啊 那么现在我们这是拉勾做这个爬虫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模拟用这个浏览器的行为去模拟人的一种这样的行为啊对不对 首先你是不是应该要去请求这个页面对对去请求这个页面啊好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ur把它给可能叫c复制份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地方哎这次的话我们在这个啊在这个在这个里面我呢我们来绑定下那个url 那么就cf.url啊是等于这个东西对吧等于这个东西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就用这个什么呢刚刚我们创建好的这个driver去请求这个页面对不对 那么就是cf点那个driver啊driver点那什么get啊那会把这个cf.url把它给传出去这样的话他就会去请求我们这个拉个网的首页都得拉个网的不是首页好就这个啊搜索的python的这个页面对不对这个页面啊好那么拿到这个页面以后啊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对这个页面当中所有的这些啊职位的这个链接把它给获取一下对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职位链接呃把这把这个职位链接把这个职位的他的这个链接拿到啊这个职位链接就是这个东西看到没有就这个啊他的详细页面这个链接啊拿到这个链接以后接下来我们在什么呢再让这个driver去请就这个详细页面的这个链接对再去请就这个详细页面的链接 在紧就在这个详细页面的链接的时候我们再把我们想要的这个数据把它给爬取出来 爬取出来以后接下来如果这个页面好了他的详细页面把它给爬完爬完以后我们再把这个页面把它给关掉再来去做其他的啊再来爬取下面一个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往下边爬 那么如果这一页所有当中所有的职位信息都被爬取完了以后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啊让这个浏览去去摸你这个点击的行为啊就是去点击这个第二个钮啊点或是点击这个下一页啊点击这个下一页好吧就是一个站的 一个站的流程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这里吧啊如果请就完了以后接下来我就去拿到这个列表页的这个呃数据对吧就这个sauce啊 那么就是sauce的这个什么呢cf.draver啊driver点那个什么呢draver点那个pagesauce对吧拿到这个sauce以后接下来我这地方第一个方法啊啊 这地方第一个方法叫做什么呢啊叫做patspats list的page 专门用来去解析这个什么呢 列表页的那个页面 sauce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里方再来调取这个方法 那么就是sef点一个什么pass 类似的配置 然后把这个sauce把它给传进去 就是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我们再去解析 再去解析我们的这个东西 再去解析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要拿到这个页面当中 所有的这个职位 它那个详情的ul 那么我们该怎么就做呢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xbus的形式去拿到吧 注意好朋友们现在注意 现在的话虽然这个拉个网这个页面 它这个职位信息是通过这个阿强特斯请就过来的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使用的是这个driver 就是使用的是这个chrome的方式 把它给加算清来的 说的话 你通过这个sauce点driver点page source 这个东西拿到的 它就会把那些什么呢 这个东西拿到的这个这个原代码信息 就给你右键检查 在这个elements这些原代码 这些信息是一模一样的 它不像是你之前那种方式 你之前如果是右键来查一份网易员代码的话 它是只能够看到你使用这个ul请就到的这些数据 而这些职位这些信息 它是通过阿强特斯请就回来的 那么这些数据在网易员代码当中是看不到的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里面 如果你是通过这种driver的方式 反过这个page source 就可以拿到整个的这个页面里面的这个sauce数据了 明明算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去获取那些链接了 对不对 好 这里面 用键检查 然后的话把这个东西拿到下面来 我因为要找到所有的那个什么的 那个职位的那个链接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次按照呢 他在这个下面 对吧 看下有没有类 这个类有是不是有 叫做position link 对吧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标题以后 再找到它这个fif属性对应的这个值 就可以找到这个详细页面的这个ur了 对 好 那么接下来再回到这个打扮当中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用那个什么呢 Xpass那个预法啊 来导入一下 from一下l xmail import一下这个什么的一脆 然后这个地方是那个 atmail等于这个什么的一脆点 atmail对吧 suse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这个atmail这个东西点sbath sbath 再去请求一些数据对吧 拿到这个下面的 或许所有的什么呢 或许所有的a标签 并且他的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position link的这个标签对吧 好 那么就是a标签 然后的话 他的那个什么呢 add class啊 是等于这个position po sidm link啊 好 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sif属性 对不对 好 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就会返回所有的links啊 返回所有的links 那么接下来 我再来打按一下 好吧 for link 因什么的因 link丝啊 好 接下来再打一下link 保存下啊 那的话我们接下来u键来运行下啊 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拿到了这个页面当中所有的这个职位的那个详细页面的URL啊 对对好 拿到这个职位的那个详细页面的URL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让我们这个driver去请求这些页面啊对 对请求这些页面的时候然后再拿到这个详细页面的这个源代码啊再去把相� 这个数据把它给提出来 对好 那么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是说啊 去请求详情页面的这个页面 我又定另外一个函数啊 我又定另外一个函数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request 请求那个详界面 detail 好 配置 请求详界面这个地方的话给给个ul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这个地方的话就这样的就是sell点那个什么呢 request 请求 然后把这个link把它给传进去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在这个 呃 在这个里面去把所有的详情页面的数据把它给请求回来 对 好 那么这里我们也是使用什么呢 也是使用这个啊 driver来完成啊 那么就是sell点那个driver 对吧 driver点那个get啊 然后把这个ur传进去啊 那么现在的话 虽然啊 我们已经请求到了这个页面 但是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driver 你没有切换那个窗口 他还是停留在第一个窗口上面 对的 这个之前我们是不是讲过啊 之前在讲的这个切换页面的那一件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跟大家讲过 就是你虽然打开了一个窗 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对吧 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啊 当时的话 你没有切换到那个窗口上面去 说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要去切换一下 对的 啊 这个地方还有一点 这个地方哈 我是这样写的哈 就是呃 我们现在的话是让他在一个新的页面当中打开 要让他在一个新的页面当中打开 如果你这个地方直接调用这个get的话 他会将圆的那个页面把它给覆盖掉 对 这样的话是肯定不太好的啊 肯定不太好的啊 说的话 说的话 我们就让他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好吧 让他打开一个新的页面啊 呃 其实让他打开也没有关系啊 让他 让他 让他打开也没有关系啊 就是这个地方 我让他重 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 我 我让他再重新把之前那个页面把它给覆盖掉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没有关系呢 因为我这个地方已经保存了什么呢 已经保存了所有详细页面的那个ur 那么即使之前那个页面被刷新掉的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也没有关系哈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直接这样去写就可以了啊 直接这样去写 就是说 不需要重新啊 用这个直接直接open一个啊 你直接调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直接调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走完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去获取那个详细页面的那个ur 对不对 好 那么就是source 好 拿到这个详细页面的用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定一个行数啊 是专门用的去解析详细页面的那个数据的 好吧 接下来定一个行数 叫做什么pass啊 解析详细页面 detl啊 呃 page 这一份是sourcesuse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上几个当中啊 用到的这个解析详细页的这个东西把它给拿回来 对吧 就是从这地方开始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叫做source啊 好 那的话把这个re模块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好 没有问题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呃 东西把它给保存下来 用个字典把它给这个职位信息存复下来 好吧 用个字典啊 positm position啊 等于这个字典啊 第一个的话是内部 是等于这个position name 对吧 好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啊 啊 salary s-a-l-a-r-y 啊 是这个salary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这个什么的city啊 是等于这个city 对吧 啊 第四个的话是那个呃 work years啊 work years 还有是那个education educ education啊 然后还有是那个dsc 就是描述信息啊 dsc 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职位信息 那么得到这个职位信息以后 我们是应该把他给保存下来啊 对 说的话 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啊 spider 这个爬指里面 我们再来可以给他定一个站的属性啊 叫做self.position posipos 啊 用一个站的列表的形式把它给保存下来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拿到你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sf.position 啊 点啊 拍的把它给添加进去 然后是这个position啊 position 把它给添加进去 好吧 呃 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呃 用一个什么呢 用个csv文件把它给保存 这个也可以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后话了 好吧 后期的话 我们再来跟大家讲的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先把这个职位信息把它给打印一下啊 先把它给打印一下啊 先把它给打印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哈 这个for循环这个地方的话 就相当是什么呢 就相当是啊 当前这个页面啊 当前这个页面有多少个职位信息 那么的话就会请求多少次啊 那么我们在在爬取这个数据的时候啊 你不要爬到太快了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让他什么呢 沉睡一秒啊 沉睡一秒啊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被封掉啊 好 这个是那个time.sleep对吧 让他睡一秒钟啊 据说睡完一秒以后 你再去爬 你不要把他爬人就爬到太快了 对 把人就爬到太快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 呃 来试一下 好 来试一下哎 这个地方没有调用这个方法 对吧 来调一下啊 好 保持一下啊 然后我们右键来执行一下啊 这地方我们打印了一个 反应他的职位 我们就让他打一个这么多 打一四个等号吧 这样的话能够做一个区分啊 能做一个区分啊 保持一下 然后 哎 我直接用心了 直接用心了 没关系 他就用心吧 好 来看啊 看下面的这个反应是吧 等一下啊 哎 现在是跳到了第一个职位信息去解写的 对好 这样的话就解写过来 解写过来 接下来他再去请求第二个职位信息 对吧 好 第二个解写的再去解写第三个啊 第三个对吧 第三个也来了啊 好 接下来 接下来第四个 对吧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第九个 二十十个 第十个啊 好 十一个 对吧 十二个 十三个啊 十四个 十五啊 总共是十十五个啊 总共是十五个那个职位 对吧 啊 说到我们这个啊 总共就是一页的一页的那个什么的职位信息啊 那个详情数据就相对是已经把它给拿到了 对吧 把它给拿到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地方哈 这个地方你爬完一页了啊 你这个地方相对是只请求第一页的数据 对不对 你爬完了一页以后 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不是应该要去请求什么呢 是不是应该要去点击要跳转到下一页在当中去做啊 对对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再来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或是我们直接打开这个流浪器吧 你之前的话就相当是在把这一页当中的数据把它给拿下来 那么接下来你还能去爬起第二页第三页这些东西 对对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我们可以去让这个driver去模拟这个鼠标的点击行为 就是去点击这个下一页吧 对这个点击下一页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啊 就说如果你这边排完了 那么我们就让他点击下一页啊 点击下一页的话 我们就是save点这个driver 对吧 di啊 driver点击什么呢 final element去 我们首先的话先要拿到这个东西 对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怎么方面去拿啊 右键来检查一下 呃 对吧 它是有那个class式的这个pager next 对吧 好 嗯 这个pager next后面怎么多那个空格啊 我看一下啊 这个空格有时候就是你写啊 这个class的时候啊 如果有这个空格的话啊 那这样吧 我们在 嗯 真吧 我们在这个叫做pager container里面啊 找到最后一个save标签啊 找到最后个save标签好吧 最后一个save标签的话代理就是个下一页的意思啊 好 通过这个xpass的方式来栏啊 好 这个地方是那个什么呢 呃 找到这个div 然后的话这个什么呢 class啊 cns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呃 page container 对吧 可能加c啊 然后的话这个可能加v 下面的什么呢 save标签啊 是下面的save标签吧 应该是下面的save标签啊 好 下面的save标签 然后的话save标签 呃 是这个save标签啊 save标签啊 save标签它是最后一个对吧 好 那么的话这个地方是last啊 last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最后一个save标签了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呃 它就会返回那个标签啊 那么就是last bting啊 就是下页的那个按钮了 好 那么下页的那个按钮找到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让它去点击 对 让它去点击啊 那么就是last bting点click啊 点click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为了去验证我们能不能啊 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否是正确的选择到的这个下页的这个按钮啊 然后并且能够点击这个点击的行为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不去测试这个什么呢 解析列表页和解析详细页啊 这地方我们就先将这个代码好的给注视掉 好吧 把它给注视掉啊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让先让它看一下能不能ok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先让它什么呢 time to sleep 让它睡两秒钟啊 就是两秒钟以后看一下它这个这个编辑呢 这个流浪系当中 比如说它会不会自己去点击这个下页 对对好 那么我们右键再来指一下啊 好 首先的话它是在第一页对吧 首先的话它是在第一页啊 第一页的话是那个全面学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它应该会去点击第二页啊 会点击第二页 看一下会不会点击啊 因为可能加紧的比较慢啊 还没有加载完毕啊 这个代码可能都还没有执行哈 他还在执行这个什么的get ur 啊 还在执行这个get ur 我们往下面看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如果它跳走到第二页来了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是找到这个东西的 并且可以执行这个点击的行为了对不对 这么慢啊 关掉重新来一下吧 好 我们往下面啊 看一下会不会来到第二页了吧 没有来是吧 哎 来的 是吧 来到第二页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点的啊 是他这边自己执行的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这个东西 找到这个下页的按钮 并且可以跳转到下页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有个东西没有解决 什么东西没有解决呢 就是这个下页这个东西的话 他啊 如果是在什么呢 如果确确实实是有下页的话 那么你点击下页的话是有用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现在啊 他总共是只有三十页对不对 那么如果现在他是已经是第三十页了 你这地方是不是再点击下页 你怎么点都没有用啊 对对 所以这个的话啊 我们就 啊 我们就应该要判论一下好 这东西 他是否满足这个条件 对不对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就只要去看一下什么呢 我们就只要看一下 如果他是啊 不能点击的时候 他这个标签有什么样的状态 对不对 他在不能点击的时候 他这个class当中 是不是有个叫做 pagerless disabled 一个种的class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只要在这个标签当中 找到这个什么呢 找到这个类 看一下有没有一个种的东西 如果有的话代表的是他已经是在最后一页了 对 如果没有代表的是他还可以点击 所以算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走一下啊 可能叫c 然后的话这地方先判论一下哈 先判论一下 if什么呢 next bt.get attribute 这个class get attribute 就可以获取到这个标签里面的那个属性 对不对 获取到这个属性 然后的话就判论一下 判论怎么判断呢 如果这个东西啊 在这个里面 对吧 在这个里面啊 在这个里面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不去执行啊 我就不去执行 对吧 怕死啊 我才是不让他去点击 我才让他去点击 对不对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确保啊 如果你是在最后一页啊 就不会有问题 对不对就不会有问题啊 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哈 现在的话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你请求完 你这个地方哈 请求完第一页以后 这地方我再点击啊 再去请求第二页 对不对 相当是第一页和第二个数据 我都可以请求到的 但是你想一下哈 第三页第四页该怎么去做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 你完成以后再去click呢 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说的话哈啊 因为你第三个第四页 你再还要再去往下面去写 那么有多时间你就要写到这边这个代码 肯定是不可写的 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这份该怎么做 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代码把它给改成一个歪了去啊 改的改 给它改成一个死循环 对不对啊 改的改成的死循环 只要的话什么情况下该退出呢 是不是只有到达最后一页了 就是这个东西出现在这个啊 必听 出现在这个啊 必听呢当中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给它退出 对对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写一下啊 wile那个处对吧 然后这里面好 如果是等于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我们就break 就让它啊跳啊 就让它break掉 对不对让它break掉啊 然后这个呃这个东西的话就拿到下面来啊 就是让它沉睡一秒钟的时间 好吧 就是你爬往总共爬往一页的那个所有的指挥信息 以后让它沉睡一秒啊 然后我们这个什么呢 啊解析这个列表页的这个指挥信息这个函数就不可以把它给取消注视了啊 就可以让它正常的知情了 就是你首先先取一页啊 先取一页 取完这一页以后 接下来你再去解析这一页当中所有的指挥信息 对吧 解析完整以后这个地方我再去找到下一个那个按钮 找到往下一个按钮后 这个地方啊 如果你是最后一页的 那么我就这个让这个寻光退出啊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整个啊 程序就退出了对 然后这个地方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就去点击点击的话就来到下一页 对不对点击就会来到下一页啊 嗯 如果是点击的话 如果是点击那么的话 他会去 他会重新去拿到下一页对吧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东西的话是不需要重新去请求了对 所以的话这个东西应该是放在刚开始这个前面啊 应该是放在刚开始这个前面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走一下好吧 接下来再来走一下啊 我注意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个小问题的啊 就是呃 如果你这个地方直接点击到太外 然后这个地方马上去解析这个sauce的话 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啊 可能有一点点问题 好吧 呃 这样吧我们先来走再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吧 好 我们右键来执行一下啊 现在在这个首页啊 在这个首页的话 他的那个什么呢 在这个首页啊 他刚开始的这个职位的话是叫做呃平安科技的这个是吧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这个什么呢 最后一个是这个蹦鸟社区啊 好 第一个是那个平安科技啊 第二个是一个是蹦鸟社区啊 一二三四四个啊 五个 六个 七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啊 十二 十三 十四啊 十五个 好 这个地方抛出了一个异常是吧 嗯 嗯 他说找这个东西的时候找不到吗 不能夹载到这个元素 嗯 这样吧 我先让这个地方try一下吧 先让这个地方try一下啊 他说这个地方找不到对吧 哎 这个地方怎么会找不到呢 来我让他try一下 如果发生了异常啊 那么就什么呢 来打印这个sauce 好吧 那打印这个sauce啊 现在是相当是在点击下一的时候就直接出问题了对 点击下一的时候就直接出问题了 不能夹载到这个元素 不能夹载到这个元素 我看一下啊 那我直接被课的那个代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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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地方我用了这个等待对吧 就是有些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有被夹子出来啊 呃这个地方的话他提示这个东西没有找到对吧 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啊就是呃这个页面哈没还有些信息还没被夹子出来说的话你就直接去解析可能就解析不到对了可能就解析不到啊好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啊 来我们来给他等待一下吧 这个地方我们也让他等待一下啊让他等待一下就是这个呃显示的等待啊写着等待 然后这个外部来来来把那个东西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或者我们直接将这个东西把它给打过来 这个等待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也加下就这个按钮啊这个按钮也加下了吧 啊因为这个按钮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这个页面当中还没把那个按钮加住进来你就直接去点击这个东西的话就会有问题啊就会报刚刚的这个错误啊 说的话我们这个也是加下吧 加下他是需要传递两个东西啊需要传递两个东西啊第一个是driver啊 呃diver啊是等于这个save点那个什么呢点那个driver啊好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超时时间那么我们默然给他是这个10秒啊好还有是啊 位置参数不能在这个关键参数后面啊啊这地方给个until啊until然后这里面再来给他那个条件就是来导入一下那个条件啊 来把这个考虑一下啊 来把这个考虑一下啊 好这里面是那个 ec点那个什么呢点present of elements located通过什么呢 by那个东西也来把它给导入一下啊这个by这个东西啊 好这个地方是那个by对吧by什么的by这个xpass啊知道这个xpass的那个语法是什么呢 是这个啊 就是你这必须要这个东西呈现用我才会走下面的事情对吧 呃 这里面因为里面有的单一号所以的话外面需要用个双一号啊 并且这个东西的话他是需要放到一个羊组当中啊需要放到一个羊组当中吧 好那么我放在这个羊组当中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等待下啊可以让他等待下 好这是在那个下一个按钮那个等待还有什么呢 还要是我们再去请求那个呃详情验明的时候的那个等待对吧 好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来加一下吧也是来加一下啊在这里吧 在这里吧 再点那个driver啊然后是timeout是等于这个是哪对吧 until是那个什么呢 呃这个地方我们来写ec点那个什么的present of 嗯 拜吧拜这个X bus啊我们让这个东西能够出现就可以了好吧让这个东西能够出现啊 刚刚是这个地方报错了对吧我们就先让这个东西来看一下会不会有问题啊保存一下呃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忘了然后把它给包装一个羊组当中吧保存一下再来重新运一下啊 嗯怎么没动呢 好刚刚的话应该就是这里吧没有或者到下一的时候啊说的话他就没有往下面走啊 没有或者到这个下一页的那个按钮啊 好这样的话就请就去了啊请就去了啊 啊我发现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啊有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同学们思考一下哈 是我没有注意到啊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的话是不是在这个首页这个地方给他执行的这个下个按钮的那个点击时间啊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你直接让到什么呢直接让他请就到这个详细页面了 详细页面是不是没有这个下一页的这个按钮啊对不对啊 说的话这个地方还是不能少哈还是不能少就是你这个详细页面的话你要打开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在这个新的页面把它给打开啊 你原的那个什么的列表页还是不能不能把它给遗漏掉了对 因为那个列表页的话上面采用那个下一页的这个按钮 对才这个下一页的这个按钮啊 说的话这部分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写错了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几个啊就先暂停一下好吧 下几个我们再来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一下啊 好同学们的话就是可以自己尝试的去写一下啊 把这个东西呃去注意一下吧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不能直接这个啊直接这个盖的 你应该用打开一个新穿口的方式去请求对不对 然后请求完以后你还要把这个穿口切换到之前那个列表 列表页的那个穿口好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期课程哈就先讲到这方啊感谢大家